汉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自然有不可言喻的魅力所在 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 在穿着上到晚跨时代风潮 投向古代 有人就认为说 这和角色扮演风潮相似 那不同的是 中国的一群汉服爱好者 就算是在平常的日子 也会穿着汉服上街 马上去看看 长袍上有着美丽的刺绣图案 在这个新时代 穿上飘逸的汉服 行走在熙熙攘攘的北京地铁站 这古典美非常吸引眼球 这是汉服 也有人称它为汉衣冠 汉装又或者是华服 汉服的复兴 或许和中国正弘扬传统文化 以提升爱国主义 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有关 再来近几年兴起的古装剧 宫廷剧 或许也是因素之一 国内的小姑娘 在从小都会看到一些古装戏 都会看到里面的一些 女演员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并且自己也可能假装拿着床单 或者窗帘披在身上 然后去假装我们穿上了 很美丽的一些衣服 市的伸展台上的模特儿 一些画着复古的妆 穿着一款款的宫廷衣 旗袍 汉服 晚礼服 仿佛在演艺一场场复古怀旧的 中国元素服装秀 汉服爱好者当中 有历史爱好者和动漫迷 也包括学生 那个时候会很不好意思穿出门 然后去年有一次 就是跟朋友一块出门 然后就是穿这样拳套 然后觉得感觉还挺好的吧 汉服就跟其他的少数民族的服装一样 比如说一个别的少数民族的同胞 他穿了自己民族的一件衣服 包括你想看人大代表他们 很多少数民族的代表 他们也穿自己的民族服装 这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汉服复兴行动 在中国其实也引发一些问题 例如这是否会助长民族主义 又或者是汉族优越感 尽管如此 一名来自北京汉服俱乐部的成员说 服装是文化根基 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服装 或从不穿上 那我们要如何谈论文化的其他精髓呢 NTV7综合报道